第42周呢 我想讨论一个问题是 跨指 跨指练习 实际上我们说跨指呢 也就是前面所学的 一指的换绑 但是为什么要强调它呢 就是说实际上就是 一个手指跨到另外一个手指 这个时候倒是不太强调 那个手指保留 那么要求这个指根换到指根 这样一个动作 而不是这样的 所以把这个过程拿出来 每一次呢 都把第二个手指抬高 就像我们人走步一样 就像这样走步一样 做一下这个 好的 好的 对 第一弦上 好 下面呢 我们用二三四这个交替 二三四三 下来收针了 好的 那么像这样的练习呢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指法 多练几次 然后呢 我们可以试试看 在两条弦上 也是同样的 就是发 咪 发 收 回到一弦上去 也可以在三条线上 也是做这种夸直的练习 那么现在 先从一弦拉起 也做一个练习 那么这种练习呢 还可以在四条线上 这个是高难度的一个练习了 就是四条线上 拿一个同一的音 那么下面呢 用双音 也做一点 跨直的练习 也要强调这个过程 六度也可以同样做这样的练习 那么通过这样的练习呢 就是手指与手指之间的这样一种联系 这种连接呢 就可以得到一种锻炼 发展一种指根的力量 那么我觉得这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呢 就是克莱斯拉写的 影子与快板的这个头 这是一个练习这样一个手指的 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跨直练习的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